财委会审议撥款300亿元成立抗疫基金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旨 如果今天通过 最快两三星期可以批到钱 有议员就质疑 漏了美容院和补习社等受打击的行业 而有议员批评打本给商界生产口罩做法 又有陈慧恩报道 300亿基金有15亿 打本给私人机构做口罩 每条生产线的制成品 政府说会以3元一个 回购200万个 承教署做出来的 成本一无三先 现在说3元一只 买足一年 我们用3元的并不是 去采购的价钱 很清楚说出这是一个假设 其实差不多是无本生利了 那你生利的时间 你究竟规定的利润是多少呢 这个正正在这个计划里面的困难地方 我们是要跟他商量 包不包工联会 主席 主席我们没有为那个机构设立任何的上限 也都不会按照它是不是某类的团体作为一个标准 很多人都很不抵得工联会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开到一间口罩厂 我们只送不卖的 所以不用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零售业 食肆 运输 去到做粤剧都有津贴 但是有议员说有些行业也都受到逆境打击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的美容业界 或者很多做小朋友科学活动的那些教室工作的那些行业 在那个零售那里你只要将定义灵活一些 将一些没有涵盖的行业保留实惠可以处理到 不能够全香港所有的行业我们涵盖了 这个我做不到的 坦白跟大家说 他做零售 但他有门市 在现场有门市 这个我们是宽松的 当他是零售 你怎样处理那些无粮雇主 你给了钱他他就代完你那笔钱之后才收拾 我相信大部分的雇主都是有粮雇主 无粮雇主的数目真的不多 因为这么多年 我想我们大家不是这么理解 是否没有懲罰措施 懲罰措施是没有的 原本开8个小时的会 临场加码开10个小时 张建宗说撥款一通过 下个礼拜可以成立督道委员会 即时就是按键 即时起飞 有些就可留两三个礼拜就给钱了 他承诺基金运作之后 会每三个月向立法会交代一次 有声令市记者 陈慧欣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